監視器拍下 電梯卡在25和26樓中間 被困的一家三口先讓孩子出去 接著輪到男子 但一不小心竟然從空隙掉了下去 當場慘死 他的妻子全程目睹 這一幕慘劇痛不欲生 拉近畫面可以看到 男子就在妻子的眼前瞬間掉落 消失在畫面中 住戶群情激憤 要找管理公司討回公道 警方也介入調查 但喪失的寶貴人命 卻怎麼也回不來了 記者這碗超周天杰報導